英国王室接待韩国总统夫妇,十分隆重 虽然是查尔斯国王携卡米拉王后引领接待 可真正大放异彩的却成了平日里不争不抢的好儿媳凯特王妃 查尔斯这次给予凯特王妃的宠爱与恩准 更是卡米拉几十年的求而不得 就连韩国总统夫人的这张科技脸都要甘拜下风了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袭红裙亮点多多 接待当天,凯特王妃一改往日的低调 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一袭斗篷款红裙,配上红色礼帽子 简直是全场焦点 而且红裙上心肌满满 胸口位置的大蝴蝶结简单大方,十分端庄 但当凯特王妃从豪车上下来 粉丝们纷纷惊呼 凯特王妃修长的双腿也太好看了吧 原来,红裙还是高开叉 不得不夸赞凯特王妃的身材 双腿肌肉线条十分流畅 一丝坠肉也没有 一看就是经常做运动的好身材 不知道高贵的王妃 会不会也是帕梅拉的忠实粉丝了 凯特王妃亮出法宝 卡米拉黯然伤神 这还不是凯特王妃当天最高官的时刻 到了晚宴环节 凯特王妃又成了白雪公主的化身 一袭典雅的白色长裙 衬托的四十余岁的凯特犹如少女 往凯特王妃的头上看去 就会发现这顶王冠似乎很陌生 简单的满钻花朵造型 十分低调 可这顶王冠来历却不简单 它是伊丽莎白王太后的旧物 还是备受王太后喜爱的新婚礼物 迄今已经九十岁高龄了 妥妥的国宝古董 这是查尔斯宠爱儿媳的讯号 虽说晚宴上的卡米拉 戴了镶嵌红宝石的王冠 但却没能厌压全方 人群的焦点依旧是儿媳凯特 看客们纷纷议论 查尔斯也太宠爱儿媳凯特王妃了吧 要知道 凯特王妃的这顶王冠 是王太后的旧物 王太后是查尔斯国王最爱的奶奶 威廉王子心爱的曾祖母 老太太在英国王室的地位一直无可匹敌 就连查尔斯曾经迎娶戴安娜王妃前 也是先带到王太后宫中 让其满意 而卡米拉更是因为王太后态度的不明朗 冷板凳了许多年 此外 凯特王妃不仅有摆脱一贯形象的发型转变 还有她与丈夫威廉王子 一起展示了罕见的公开秀恩爱的场面 据悉 这位41岁的王妃在观看了白金汉宫皇家收藏的韩国物品后 放下了一天开始时的盘发成绩 让她的长发自由飘扬 这样的改变在凯特身上并不常见 通常她会在不同的场合保持同一个发型 但是这一次 她显然想放松一下 给人一种轻松自然的感觉 而且 威廉王子和凯特也意外地展示了一次罕见的公开秀恩爱时刻 当两人走出散落画廊时 威廉亲切地把手放在凯特的后背上 凯特则笑着回过头与丈夫聊天 他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时 凯特甚至还伸手拍了拍威廉的背 这样的亲密举止持续了一小段时间 凯特在给威廉一个安慰地拍打之后 他们两人都放开了胳膊 继续走路 尽管威廉和凯特的公开秀恩爱 可能在皇室中不常见 但是皇室礼仪专家麦卡 麦尔表示 其实并没有正式规定皇室夫妇在公共场合 展示亲密举止的限制 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 根据麦尔的说法 皇室成员一般会根据参加活动的正式性 调整自己的公开亲密程度 在庄重或正式的活动上 公开秀恩爱的机会较少 而在随意的活动中 这种表达更加贴切 事实上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威廉王子和凯特似乎已经放松了 在公众面前展示亲密的态度 例如 在7月份苏格兰国庆庆典上 凯特被目击到亲身与威廉言谈时 手放在威廉的臀部上 还有在2月份的英国电影 编示艺术学院奖上 摄影机捕捉到凯特在走红地毯时 拍了一下威廉的臀部 只是一瞬间的动作 而且 在体育比赛中 这对夫妇也经常以放松的亲密方式示人 比如 在威廉王子的皇家慈善马球比赛日上 他们曾在球场上亲吻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哈里和梅根出现在加拿大的一个冰球赛场上 二王子还兴致勃勃地给比赛开了球 这被外界普遍认为 哈里王子 这是在复刻女王当年的访家之举 因为女王也曾为家国的冰球赛开过球 梅根显然为这个沾了王室仙气儿的时刻激动不已 他不但在老公开球的时候 站起来鼓掌 而且在观赛时时不时地就很没地要地激动地大喊大叫 相对于观众的冷淡反应 老哥显然是为了抢镜头 而在卖力表演 这个现眼包当的是相当的烦人 别说没有半点王室风采 简直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疯婆子 连普通人的教养都没有 以至于二老爷都看不下去 一直冷着脸忍耐着老婆的丢人现眼 与此同时 美老哥的宿迪大嫂凯特 却在王宫成了耀眼的国宴之心 在招待泡菜国总 捅夫妇的宴会上解锁了新王冠 成了当仁不让的王室门面担当 而哈里最憎恨的恶棍卡米拉 也打扮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佩戴了重量级的红宝石王冠和珠宝 和外宾相谈甚欢 王后当得有模有样 比那老哥强迫了 很显然 这一次的双方隔岸斗法 还是没有悬念的老哥输得一塌糊涂 不过哈里和梅根也没办法 他们就是要刻意撞弃王室 这种重要的外事活动 以此给自己增加热度 老王家吃亏就吃亏在他们在明处 而没老哥在暗处 两口子就像王室的私生饭 一样赶都赶不走 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毕竟俩大活人 你总不能把他们物理消灭 一了百了吧 只不过这两口子的假王室之举 却让人不由地警觉几分 虽然二老爷开求的时候 人们并没有像当年致敬女王那样全体起立 对疯疯癫癫的梅老哥也没什么好脸 但是毕竟 这是公爵两口子捞外快的又一个门路 如果让他们尝到了美王室之旅的甜头 谁能保证 他们不会跑遍天下所有的土科拉盐捡地 建立新的一个日不落分布呢 不过好在哈里和梅根有个毛病 那就是沉不住气 如果他们能坚持到回王室 沾了金粉之后再跳出来表演 那效果就会好很多 人们会认为 这是王室默认了两口子在海外 照样可以为王室服务的模式 对他们的好感度来说十分有利 现在这么迫不及待地模仿王室出行 只能让查尔斯提高警惕 离他们越来越远 让他们贴上了假货的标签 可惜他们等不得 就像当初女王先世 他们等不得等葬礼结束再谈头衔一样 在棺材前就和查尔斯吵了起来 结果头衔到手 殿下的身份却丢了 他们也等不得回家过完圣诞节 再来谈俩孩子能不能有王室津贴 在放风打了电话之后 就急急忙忙地把邮件发了过去 图穷抵守线 结果每年照例的圣诞节邀请没了影 即使老哥拿着喇叭喊 俺们想回家看爷爷 老茶也跟没听见一样 在网哥上导 当初如果他们能沉住气不离开王室 那么他们现在奋力争取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他们应得的 头衔 今天 安保 公务 外界的关注尊重 内里的荣华富贵 一个都不会少 只可惜 他们等不得 或者 美老哥觉得王室的这些给予 远远配不上他的盛世美颜 绝代风华吧 于是这位当初立志成为女王总 统得中年妇女 现在已经沦落到日常工作 就是到处给人鼓掌 在科斯特纳的后院鼓掌 在健身房鼓掌 在女性力量中还是继续鼓掌 到了加拿大 还是鼓掌鼓掌又鼓掌 估计这辈子 别人给老哥鼓掌的日子 可能再也没有了 而且看着形势 再憋他几年 我觉得也许哥姐连鼓掌的机会 都可能没了 毕竟通过老哥四年的不懈努力 他已经被牢牢地打上了廉价 肤浅的标签 骗子的身份更是被官方认定 像纹身一样洗都洗不掉 人们邀请他 与其说是为了抬咖 不如说是想看看 他还能怎样出丑 给活动增加一点话题 一旦人们失去了兴趣 哥儿姐就彻底地 只剩下在家抠脚未击了 鼓掌不易 哥儿姐且鼓且珍惜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